我们的一生中,总免不了跟各式各样的人交往,有些人很可爱,有些人很平易近人,有些人则喜欢端着架子。 最后这一种,就是在新工厂星巴今天要跟大家聊的,十二星座中,哪三个星座最喜欢端着架子,虽然不至于让人讨厌,但会让人看着就替他们觉得累呢。 狮子座狮子座最爱端着的就是自尊心的架子,狮子座在人前绝不允许自己示弱,绝对不愿轻易承认自己是一般人,平庸的人。 所以狮子座在跟人交往的时候,总是喜欢做出一副我很高大傻的样子,谈得要有雅大气,橘子要豪迈大方,就是不愿让人看到自己也会惊打细散,会为鸡毛蒜皮大动干活的样子。 心里有压力也不说,谁累谁知道,处女座我自己什么都可以搞定,再苦再累我都能忍受,把折腾自己当锻炼的处女座,把吃苦受累当成功资本的处女座。 最爱端的架子就是,我必须什么都可以的架子,在大家眼中总是不肯放低身子,总是不愿低头认怂的处女座,就是要自己的事情自己端着,自己的面子自己顾着。 这种端着强烈独立感的架子,看着确实太累,水瓶座水瓶座的架子来得很水瓶,水瓶座就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,觉得自己的思维很少有人懂,所以水瓶座端的是孤傲的架子,水瓶座对人其实常常想要表现亲近,因为觉得人生路上需要人缘好。 但亲起的脑,回路让水瓶座想到,如果自己对人过于有心合力,岂不是卑躬屈膝,那样还怎么好好当一个特立独行的水瓶座,于是对人一会冷一会热,戏很多,看着就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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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